謝謝怡婷的招待 謝謝... 一早就來到這個好可愛的地方 對啊 好舒服 但是這邊吃飽喝煮也玩完了 又涼快 談叫聲 附近有沒有更好玩的地方 很多 我覺得很厲害 什麼 在大城有一個烤乳豬 烤乳豬 剛吃完牛奶鍋 現在又去烤乳豬 這樣比較好 沒有 你來才有的 我來才有嗎 對啊 是覺得我太臭了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烤乳豬有陷阱 為什麼 你覺得烤乳豬很輕鬆嗎 我覺得烤乳豬應該不輕鬆 當然 一隻豬有多重 每一隻豬不輕 對啊 每一隻豬不一樣 40公斤左右 烤乳豬嘛 不名思義就是烤...什麼 烤小豬嗎 烤小豬 對 我烤過 我上次烤過是用手這樣子搖 然後可以把最外層的肉削下來 很像沙威嘛 好 我們去烤乳豬 烤乳豬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出發 我們來錄那個請問今晚住誰家 說要來你這邊幫你烤乳豬 好 對 我們籠中有兩個招牌 對 還有大肥鵝跟招牌烤乳豬 鵝跟豬 對 肥鵝跟豬 對 所以今天這兩個我們都要去學習這樣 我真的說你不怕辛苦就OK了 我們好怕辛苦 我們什麼都怕就怕辛苦了 開玩笑的 今天看起來很熱了 好 那我們要同時烤豬跟烤鵝嗎 我們先做烤乳豬電視過程 好 先做烤乳豬電視過程 好 大概有一個一兩個小時 大概就知道 老闆聽你的頭音 你是傷了孩子了嗎 香港人 香港人嘛 香港人 我都懂 懂聽不懂說 我進口來大概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那你學不懂說台語 一天天 一天天嘛 可以 好 所以我們先去學烤乳豬 烤乳豬嗎 這個是四十到五十天的豬 對 沒錯 滿沉的耶 現在肉質 身體度公公的好 所以三十天太瘦了 三十天太瘦了 這個已經先汆燙過了嗎 先汆燙過 對 家裡製作 編製烤乳豬 幫他 麻沙雞 麻沙雞 可以 但是我們今天有兩個道牌 烤乳豬還有羊豪 烤乳豬 待會兒那個時候叫你說 說殺我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好 去吧 那我來去 師傅 幫他安靈留著 OK 他自己的牌 自己的牌 來啦 你夠沒地 他怎麼 五遍他們多支出來 是做五支 清理內障也是 平常是你們要處理嗎 還是說 處理內障是電災場 電災場 結果 麻沙雞那種處理好 減肥油豬 接觸廣動物 再送到我們店裡 後來我叫去骨 去骨 去骨噴解 做汆燙 汆燙 去骨噴解汆燙 在這邊開始做 現在第三步驟 對 準備醃製 好 醃製 我們這個 砂糖 基本砂糖研發 八種香料粉 八種 這個是雞蜜 我告訴你 雞蜜粉 雞蜜粉 對 我就講個三種冰箱 對 當然 有八角粉 八角粉 有那個山賴粉 山賴粉 還有那個肉桂粉 自己做餅劑 有肉桂 難怪烤起來那麼香 所以現在醬 先做地鍋醃製 對 醃製 好 我們一步道 你看一下 好 我們還會分兩層的 第一層是從 肉骨下面 肉骨下面 這個就是把它鋪滿 塞滿就對了 對嗎 鋪滿的時候抹擦 要再抹擦 這第一層肉下面 那個肉骨上面 就這樣 就薄薄的一層這樣就好了 對 平均撒 讓它盡量都有 對 黏著到這樣子 沾腹到 對 這樣把它對折起來 不是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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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然後 從腋下這樣畫下來 這樣會癢 淋巴 淋巴 淋巴排毒 再來手這樣 這兩個手 然後 趕快 這樣 從肚子這樣子 好 後來把它稍微軟一點 這樣才會有好的口感 懂了 這隻你來看看 對 老闆 你這個是滑重取巧 還是真的有影響 有 口感有差 有差 按摩當然會比較好 真的 按完肌肉就軟了 這樣子在烤的時候 就不會縮成硬的 對 這很重要 人也一樣 人按完之後心情就爽了 對 很容易生兒子 對 對 先 先從那個熱排下面去撒 對 撒到平均 要平均 平均 對 旁邊 有差在這裡 好 好 這個細節 差一點點 我可能會差一點點 真的 有差 你有徒弟嗎 以前叫我跑車 我跑去外面 所以那個不叫了 以前有 跑去外面自己開 他是學好之後出去嗎 還是沒學好就跑掉 七群 所以七群就跑 我 中間我把醬料跟 跟吹菲雪 我自己調的 我留在保護 要留一手 留兩手 老師傅留兩手 一定要 我們剛剛請觀眾朋友做比例 這個比例 你有這些原料 但比例 我也不知道 老闆也沒講 你自己去調配 自己去試 試到你自己要的口感 那就是你喜歡的口感 但老闆有 老闆有他自己的比例跟配方嗎 要吃老闆的口味 還是要來這裡吃 對 來這邊吃才吃得到 怎麼樣才算按好了 以前入抹平均 大概在醃八分鐘左右 醃八分鐘 好 盡量給它抹平均 抹平均 我覺得這個按摩的 其中一個學問就是 讓它入味 對 第二點把背面的血水 按出來 把它壓出來 掉出來 你不然它 它會在裡面 還抽一半 不會想不出來 有一個萬摩的話 它起碼都85%到98% 真的喔 對 這樣就有差了 我可以在它身上 幫它灑一點糖 你幫它按一下嗎 因為它從一早就出外景 滿辛苦的 我現在要把我送去烤的 等一下烤完 先讓你們 等它去烤 烤一隻油豬跟燒 還有燒 謝謝你們吃 謝謝 太好 一般是開鏡才吃這麼好 對... 過年才會吃 做幾個五分鐘 再準備掉一根 阿洪師傅 好 洪師傅 那我們今天 你要來教我 做你們店的招牌料 對 咬好大肥鵝 真的好大好肥 好 那我們今天會用的食材 就在我們桌上這樣 對 都在我們的桌上 有香菜 香菜的羹 還有那個薑片 香菜的羹 要塞進鵝裡面 然後薑片也一起進去 這個要分兩隻 對 兩隻 好 因為你把塞進鵝 在肚子裡 我們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 譬如說就是 我們要加那個 我們特調的鴨鹽 跟這個特調的醬料 然後香菜跟薑片 把它鎖死在裡面 然後烤起來它的香味 才會從上來 肉汁才會甜 從裡面 對 把味道從裡面到外面這樣 那一定很香 所以第二個步驟 我們要放這個特調的鹽 進去嗎 對 我們就抓一把 然後這個樣子進去 撒進去 對 好 因為我們的鹽不能到我們的脖子 脖子的話 關到鹽的話下去烤 脖子的皮會黑掉 鹽如果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脖子這裡肉質比較大 所以米下去的時候 烤的時候 那蔥的時候 這裡會黑掉 就一把 一把 對 這樣一把 對 有吧 這是有經驗的 師傅 我想問你 今天烤的鵝是什麼品種 這種鵝是平頭鵝 平頭鵝 對 我們選的是六斤重的鵝 六斤重 它這樣子烤起來的話 它不會太小隻 還有會保持它的Q彈性 六斤剛剛好 對 六斤剛剛好 脂肪跟肉的比例都剛好 都是剛剛好 好 再來就是這樣 我們的那個特調的醬料 特調的醬料 一匙就好 這個是 月桂葉嗎 月桂葉 八角 八角 然後一些當歸嗎 醬油什麼的 蒜頭 這個厲害 這個 這真的直接拿去拌麵 這樣一匙嗎 料可以少一點 料少一點 就一匙 這樣 好 這樣 對 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縫起來嗎 對 再來就是縫 好 刺穿 然後 這個樣子 刺穿了之後 然後這樣子 這樣轉 爪 左 插進來 然後再一次 好 插進來 然後這裡的時候 再左右左 左右左 這樣 對 S型 S型 再回去嗎 對 再來就是這裡 最後我們這裡中間有一個骨頭 然後這樣子插進去它那個骨頭裡面 你刺進去骨頭裡面 這樣摸摸感覺 就會感覺到針在這裡 然後這裡有骨頭 往下刺 哦 對啊 其實這樣還看得到那個針 對 針頭在這兒 針頭要刺進骨頭裡面的原因 是因為烤的話 它如果沒有固定的話 它的那個皮會爆開 這裡就會爆開 所以我刺進去嗎 對 要刺進去骨頭裡面 進去了耶 哇 功夫就在這兒 懷加入 懷加入 請問今晚助學家 YouTube會員 一起支持我們喔 坐在沙發上 把台灣徹底玩一遍 這樣的夢想 我可以陪你一起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請問今晚住誰家 趕快來訂閱喔